所以有的時候程式 如果你一次沒辦法寫正確的話 那沒辦法你就是慢慢慢慢在改 所以一直改版 但還有一個最終版 什麼叫最終版 因為後來發現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 這邊又有一個 這邊又有一個這個輸入 Input 有沒有 所以1 2 3 可是這樣子的話放三個地方 好像感覺是不是太重複太多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for回圈之所以會很混亂 主要是這個輸入點太多個 所以最後其實 後來發現有個另外一個寫法 可以把這個問題徹底的解決 就是你乾脆怎麼樣 把這個區域有沒有 輸入的這個東西 直接放在這裡就好了 然後底下有沒有 記得放在哪裡呢 放在回圈跟邏輯的中間 那剛好他跑幾次有沒有 就會出現幾次 有沒有就不會有剛 那為什麼會 剛剛為什麼要放外面 因為是用換回圈 換回圈是先輸入再判斷 先輸入再判斷 可是for回圈的話是有跑次數的問題 所以最好是放在哪裡 放在for回圈跟邏輯判斷的中間 然後其他的部分的話 這個就可以拿掉了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的話 就是我們就分開來看 比如說他輸入的是否正確 我們在底下做判斷 有沒有跑幾次 所以for回圈就專注在跑幾次 然後這個是輸入 輸入幾次就跟跑幾次是一次的 然後邏輯判斷就是你輸入幾次 我就判斷幾次 這樣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我最後有一個最終版 然後後來發現 對我剛剛幹嘛 裡面有很多地方從屋 我把它拿掉不就ok了 那這樣子 反而會更省事一點 所以有的時候 你要寫快回圈跟for回圈 有時候那個 主要是因為他的那個 回圈的邏輯不同 所以你不能說 兩個都用一樣的邏輯來寫 那反而會更 更麻煩 而且更不容易理解 ok 那這樣改完應該 我覺得應該會更加的清爽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執行一下 看這個結果會不會ok 比如說他跳一個2 那我就亂輸入一個 輸入1 太低沒錯 3 太高 對 然後最後一次輸入2 Enter 恭喜答對了 那我再試一下 如果我今天中間對 比如說實力 我直接就對的話 會不會直接跳0 也ok 如果說最後我多輸入幾次都是錯的 比如說2 輸入3 輸入4都錯 會不會是錯 答錯了 而且最後出來的結果是1 顯然 測試的結果應該是都ok 所以有的時候 當你寫完之後 你還要反覆去測試 就所謂的monkey test 所以像monkey就乱乱乱試 ok 每個都對的話 表示你這個邏輯 應該是不會有錯 跟各位再說明一下 所以最後的話 會有一個最終的版本 就是這一個 我把它放在這邊 其實主要就是把 把這個input 放在回圈跟邏輯的中間 這樣子應該就最ok了 所以大概讓各位思考一下 那再來的話 後面我們會提 monthcai 什麼叫monthcai 顧名思義 就是說 我把它實行哥哥看一下 其實這程式並不複雜 就是說 如果他跳一個什麼 這個december 請問是幾月 一樣 無窮迴圈 比如說我輸入3 3月錯 這應該是幾月呢 12月嘛 Enter 答對了 也就是說 你要跳一個什麼呢 乱數從1到12月去抓一個 他的英文的這個名稱 然後你要輸入一個數字 去代表那是幾月份 有點像是 考那種什麼 英文 所以這其實這一題 還蠻適合拿來像什麼呢 考一些 像英文啊 或者其他語言的這種測驗 甚至可以拿來 改寫成那種什麼呢 線上評量的系統 其實寫法也差不多是這樣子 反正你就帶這一題 然後他答對答錯 最後把 他的總分加裝起來 ok 甚至秀出他哪一些錯 並且告訴他哪裡錯 ok 甚至可以把它寄到資料庫裡面 記錄他的考試的結果 其實大概測驗系統大概就這樣寫出來了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如何撰寫這個叫所謂的Month CAI OK 那首先第一個 亂數 所以問題為 這個地方 我要亂數抓一個月份出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一樣也是亂數取得一個數字 所以亂數取得一個數字 就跟剛剛一樣 所以用random range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 先用random range 這個我想第一行第一行先跟剛剛一樣 第一行第二行 ok 如果我今天要抓什麼呢 一個亂數1到12月的話 那我們一樣什麼還是用random.range 然後1 豆點 因為1到12月嘛 所以1到12 不過當然一般習慣是寫成0開頭 0到12會取0到11 可是有時候我發現 因為你要轉個彎 你還要換算說 1月要改成0 2月要改成1 那每個都要減1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這很頭痛 所以我乾脆什麼 改成1到13 這好處就是說 我就很直覺 1月就1月 2月就2月 ok 那再來的話我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的話 我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中瓜糊 代表就是什麼 清單就是串列 ok 那串列裡面的話 你會想說 那這個串列怎麼放進來 很簡單 其實如果你要 產生一個串列的話 其實我是用什麼 最簡單的方法用什麼 用你sale 但是你還是需要先輸入一個 1月份 January 輸入完之後 你就把它向下填滿 12月就出來了 然後你把這個複製貼到那個什麼 貼到python 然後記得前後加上什麼 加上雙以後 然後 特別注意中間加豆點 意思是說 我這個串列 我這個串列是中瓜 串列裡面的第一筆資料 是這個1月份 豆點2月份 豆點第3 第4第5 分別把它放 最後一個結束中瓜 但是你會發現 老師為什麼你前面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空白的 特別做 因為 請注意 這個串列的位置 它有index 它的所影值 這個是0 這個是1 這個是2 一直到12 如果說以前我們的做法是這樣的 以前我們的做法是這樣子 就是 這邊會是 January 1月會是0 2月會是1 那我們剛剛有沒有 我們本來是0到12 所以以前我寫完之後 常常有同學就一直轉不過來 老師為什麼明明它是5月5啊 可是為什麼是4 那常常又 什麼 差1 然後一直在那邊換算 我說 乾脆這樣好了 一勞永逸 你以後就不用管了 你就從1開始 可是問題來了 他從1開始 你會抓到1月會變抓2月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你就在這邊 做一個這樣 雙引號 空下來比較好 OK 後來發現我把它 改寫之後 同學就馬上覺得 哇 這程式變簡單了 因為完全就不用再去管說 到底1月就要把它改成0 不用了 你就直接1月就1 2月就2 3月就3 你就不用加1 減1的問題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也是取巧 其實這種方法 其實不管是在python以前java也這樣寫 像我的習慣就是我index把它空下來 那不會有個缺點 就會浪費一個空間 不過我跟各位講 現在記憶體都太大了 根本一點都沒有關係 這個根本就 微乎其微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要怎麼寫呢 哎 問題微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去抓到這裡面的資料 特別是哦 如果你要抓這裡面的資料以後的話呢 他這個ms就是一個串列 如果你要抓什麼ms裡面的第幾個的話 比如說我剛剛抓這個的話怎麼抓 這個應該是atobo 應該是第10 剛好就是10 那在這裡的話 他一定是中瓜糊 裡面加個10 就會把這個抓過來 OK 特別是如果你抓一個ms中瓜510 就是把tobo抓過來 然後你把它塞到這邊來 這樣就會產生我要的東西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底下的話 我先把它大概講吧 所以底下的話 我要怎麼塞 file email 無窮回圈 請你怎麼樣呢 開始拆吧 OK 然後呢 input 這是問題微有沒有 這個東西是幾月 那我怎麼知道是幾月 特別注意哦 我就把什麼呢 ms ms就是這個 中瓜糊 那因為他亂數得到是什麼mr嘛 我這邊叫mr 所以是10嘛 所以他10 就把這個10的數字塞到這邊來 那剛好這ms的第11個 其實就是10的位置 他就把tobo這個塞到這邊來 所以你會發現問題為再串接 就把這個串到這邊來 這是幾月呢 給問題 所以特別是說這邊有一個技巧 就是他會亂數去抓一個問題 接下來做什麼呢 如果呢 m跟 就拆的結果有沒有 比如說他幾月 比如說拆10 跟mr結果一樣的話 那表示答對了嘛 那反之的話呢 當然就不對嘛 OK 反之就答錯了 答錯的話呢 其實什麼事都沒有 就是沒有break 就是直接什麼 再回到這邊來 繼續拆 就寫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題 反而比剛剛更簡單有沒有 OK 所以這個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程式其實還蠻簡短的 那請各位試一下 另外的話可以想想看 如果只能拆三次的話 怎麼改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只能拆三次的改法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題 比較大的關鍵是 順便學習什麼 所謂的串列 OK 那串列的寫法記得 一定是前後加上中瓜糊 OK 那裡面的話呢 就用逗點把它隔開 其實有點像是 其他語言的陣列 其他語言也是有類似 只是說呢 這個 在python裡面的串列 它可以用不同的資料形態 有的用字串 有的可能是整數 有的是浮點 它是允許的 感覺有點比較像eSale eSale出生歌裡面放什麼都可以 你感覺其實 有些地方我反而發現 這個python 蠻多概念跟eSale的使用 其實還蠻雷同 只是說差別在eSale 它是比較視覺化工具 那python有時候是 屬於稍微比較 要必須要透過程式來控制 這點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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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